這次更新的1電源2.0系統 它優化了等級區間任務的分配 新的版本分成了5個等級區間任務 從1等到140等都有任務可以接 這次更新完之後有兩個點是比較麻煩的 第一個就是你的任務回完之後的 下一次接任務的時間是隔天的早上4點 還有一個就是當你接了打怪的任務之後 它現在沒有直接的傳送員可以把你傳送到打怪的地方去 你一定要到你接任務的打怪地圖附近的城市 去找喵族卡普拉 它才可以把你傳送到打怪的地圖去 這裡我就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我要去打古城的怪的話 離它最近的城市就是級分 所以只能從級分的喵族卡普拉傳過去 新手人物從1等到39等 1電源有免費的卡普拉傳送員可以使用 還有這次也更新了1電源的裝備跟附魔的部分 只要你接100等以上的高階任務回任務之後 就會給你一個1電源硬幣 這1電源硬幣可以用來附魔1電源的飾品 只能附魔飾品 另外只要收集相對應的硬幣數量 就可以兌換覺醒的1電源裝備 出版本的追求 出版本的追求 有免費的